打嗝又称作嗝腻,是一种因横隔膜突然收缩造成的生理现象,也就是所谓的横隔膜抽筋。 而引发打嗝的原因有很多,如吃太饱,吃太快而刺激横隔膜时,或者因患上某些疾病,都有可能导致身体出现连续打嗝的征兆。 以下就来介绍网友们热议的打嗝原因有哪些。 喂食道逆流初期瘴气打嗝让人好不舒服,暴饮暴时撑打食道还可能打嗝打到兔。 观察近一年内网友针对打嗝原因相关话题的讨论,可以发现消化道疾病是造成许多民众打嗝的原因。 营养师指出台湾人喂食道逆流盛行率近25%,而打嗝就是其最主要的常见症状之一,且大多发生在喂食道逆流初期。 有网友就说道报告显示我有喂食道逆流,坐办公室后每天下午一定胀气打嗝,喂食道逆流很不舒服得很严重,常常打嗝后就想吐,表示喂食道逆流经常伴随着打嗝现象出现。 对此也有人补充分享自己缓解症状的方法如努力借了咖啡,茶,连币裙加铁都借,放慢吃饭速度,咬,咀嚼较多下再吞,才会慢慢再吃下一口。 点出极有改变饮食习惯剂方式,可以减少消化不良或为酸分泌过多而导致胀气打嗝的情形发生。 也有不少人因为暴饮暴食而打嗝不止,特别是逢年过节时大鱼大肉,很容易就饮食过量。 而当吃太多,食道被撑大时,就容易连带影响倒嗝肾经并导致打嗝。 有新手妈妈提及若是宝宝有喷射性吐奶的状况,可能是因为喂奶量过多,喝太多不好消化,喂被撑开,才会一打嗝就将奶水吐出。 建议可以少量多次喂食宝宝,并搭配拍个动作,就能减少上述情形的发生。 另外,甚至还有人表示自己曾经有次吃太饱做住唱首歌打嗝,不小心把牛肉汤打出了。 形容自己有吃像没吃一样,后悔吃太多不止让自己身体不舒服。 还浪费了一碗牛肉面,提醒大家吃东西还是要适量。 暴饮暴食除了对身体来说是种负担,更可能会出现打嗝打到吐的窘境。 此外,抽烟,喝酒,食用产气食物与狼吞虎咽同样是致使打嗝的常见因子。 抽烟和喝酒都会刺激横隔膜而引起打嗝。 而食用碳酸饮料等产气食物以及狼吞虎咽的行为,则是都会让胃部气体增加, 进而使胃部扩张。 此时,胃部就会极有打嗝的方式排出过量气体。 打嗝一般而言是相当正常的生理现象, 但若打嗝频率过高,或是时常一打嗝就停不下来。 就需要提高警觉特别注意, 建议可以多多检视自己平时的生活作息与饮食习惯, 看看是否有可能引发打嗝的原因。 当打嗝情况真的太严重或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时, 还是要尽早寻求医师的协助与治疗, 避免病情更加恶化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